主持人名字 眼,眼这个,这次会很特别 我会跟所有人照合你一样 会把眼紫放得很大 大到爆了 你每一场都会怎么安排 每一场都不一样 每一场都不一样不行的 每一场都不一样 你一开始那种干 每一场都不一样 那我今天啥都别干了 那你这有没有让你 特别担心和紧张的也许点 我不担心 我本来是担心票房 现在什么都不担心 但是在这里要跟所有的人说 就是我真的会杜绝一切 因为我这边出去出口的任何的操作 去把票价提高 是我坚决不愿意看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卖不到票的朋友就别卖 希望我明年或者后年再给大家做更大的训练 让大家再来做 这次演唱会的名字叫做《我好像在哪见过》 你是你专辑中了一场成功 所以这首歌跟演唱会的面面有关吗 其实这首歌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很喜欢的这首歌 但是这个名字却是我公司取的 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有点失意吧 这好像到你的城市来 就是感觉我还没在哪里见你 是不是有些人 因为我们的歌会是 那其实我本意不是这样的 我本意本来想就是叫《亲父的爱》 就是带自己的 你很适合我嘛 《亲父的爱》都适合我 好 对不对 《动物世界》这首歌的歌词很丰富 然后大家也讨论 这个歌词中包含了小动物 所以能不能现场阶密 到底有多少粉 我不记得了 我写下 我觉得 那个 鱼 写了 我写了 地狐 写了 螳螂 写了 鹿 不记得了 好多 其实是一种形态 其实每个人现在活到现在 其实还都是有瘦型 我现在就包括我也是 都是有瘦型的 是无法无法 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像的脸脸 你也不像 最像 狮子 征服 征服观众 那为什么会想到像 蝎狼 你录柴豹 这种 蝎狼这种动物 还不好写 他们有点嘛 对对对 其实 一路记上名单 还在网上的画像 现在就比较有画面 我写字比较喜欢写画面感的东西 所以 画面感很重要 是这几种子 对对对 对吧 你想 螳螂交配的时候 他都把对方来吃掉 这还没画面 对吧 对吧 你见过人类 来 下一个吧 下一个 就这样 从高尚到动物世界 就是从歌迷来看 感觉是一种 从来到内的一种现实的形成 所以 那你就从你的创作角度来看 这两个有什么连接吗 没有连接 但这两首词 是我自己 今年选的比较满意 一个是写价值观 我觉得高尚其实是写的 当下 一些价值观 就好像浮躁的价值观 但是动物世界写的是感情观 但这两者都有个问题 就是很悲观 因为我本身也很悲观 因为咱们都是从八几年活过来的 你看这个时代变前 那现在 那些 做直播的人 甚至把自己脱光了 我觉得 世界怎么就变成这样 就是 你也不知道从从从开始 但是 你还蛮享受 或者想回到八三年那种状态的时候 一些我们父母 还应该在那种状态 大家应该自行车的那种等待 标准 对对对对 你特别怀念他 但是你不记得 我把自己 前一阵子自己 在过年的阵子 回去看看自己的老家 就觉得都变样 怎么不一样 包括城市 整个变化都不要 你都好像 哎呀 就在这个 你咱们就活在这个时代 就顺着时代走了 也有改变不了 就是 2017年有没有想到 尝试新的调校 比如身份 或者是一个喜欢的东西 身份 嗯 做爸爸 哈哈哈 身份 做什么 做爷爷 谢谢 好 没有了 身份不知道 对吧 没有了 就好好做我爸爸的儿子 就好了 算了 不知道什么新身份 再说吧 好 那歌手演完综艺 你觉得这几个 什么变化 你觉得对他 最困难的节奏 呃 点好多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音乐 是最困难的一点 因为英文音乐 现在写得好 特别难 写得让大家觉得 你写得挺好 真的很好 只是在 我写的准备 其他的道理 其他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 我就是砸过麦田 就是下岗 不搞一通 这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反正 做综艺度 所以 喜欢我 讨厌我就是 没关系 你再讨厌我再喜欢我 这样的女生 那你觉得 如果是歌手会演呢 我还蛮喜欢演戏 我自己认为 我演戏真的不差 所以想在演唱会上 也演一演是吧 好 好 你猜到 演这个字 会在我这次演唱会 放大 会放大 因为你演 然后再唱 然后再看 再看个会 看你的意思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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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